上午還出席路跑活動的 臺北市政府市長柯文哲 與黃珊珊 今天下午接獲通知 十三號出席一場活動中 有一位餘會人是確診了 兩人接獲通知後 已經進行PCR的採檢 結果都是陰性 至於臺北市最新的疫情 今天新增了兩百零一例 市府明天開始 將在新疫區試辦 確診輕症的居家照顧 各界關注國內染疫人數 是否會突破百萬 柯文哲認為可能更高 要謹慎面對 臺北市十七號新增 本土病例兩百零一例 為了怕疫情影響医療量人 十八號起將在市府大樓 所在的新疫區 試辦無症狀或輕症 確診者居家照護 新疫第一個 其他十一個行政 都有排順序 如果上升的速度 不是很快 我們就要慢慢加 如果上升 那個確診者上升速度很快 那還是被迫上陣 有理長在抱怨說 好像有在區公所群組裡面 詢問一些細節怎麼做 但是都沒有回應 那一天在公本上討論 我有看到確實 大家的意見還不少 但是就我覺得說 當醫療能量飽和以後 這是必然的 那我們就平常去面對 愛地球公益路跑 現在我們請柯市長來見證 柯文哲十七號一早和副市長黃珊珊 一同出席路跑活動 黃珊珊還下場參賽 完成十公里路程 不過下午一點半 卻接獲通知 兩人十三號下午在市府接見 中華智慧運輸協會 其中一位協會成員 之前參加澎湖旅行團遭傳染確診 柯文哲和黃珊珊隨即轉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採檢PCR 柯文哲和黃珊珊採檢後 都已經返家主動隔離觀察 等待採檢結果 後續將由衛生局疾管人員 專業判斷決定兩人後續防疫作為 記者張志雄 王德馨 邱富財 臺北報道